參加全明星之後分辨從四萬變四十萬 喔 對 我也要去參加 就是在參加全明星這段期間 我好像瘦了五六公斤 就是基本上每天都在運動 每天都在練習 就吃的相對來說也比較有在控制一點 覺得很捨不得耶 就是因為其實在這四個月裡面 就是很常會跟隊員相處 然後其實感情也越來越好 然後到現在真的就是已經有 革命情感的感覺 因為畢竟經歷了那麼多比賽 然後也有輸過很多次的比賽 所以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感情都變得蠻好的 然後突然分開會有點捨不得 好少會怕受傷 所以他都會蠻常關心 那我跟妳說過他也想參加嗎 他是跟我講他 呃...不太敢 但是我還是都有鼓勵他 因為他其實很喜歡運動 我也覺得他運動其實也蠻厲害的 那他全明星之後 分辨從四萬變四十萬 哦對 我也要去參加 就是覺得自己很幸運啊 如果我以前是田徑隊 我也是籃球隊 所以我很想要重溫那種 團體一起奮戰的感覺 但是我看了他的九指戰神之後 真心佩服 這一個球就斷了 對啊 而且大家好多人受傷喔 聽說 我腳好我就真的跟你拚了 哦 跟我腳好 我現在不能運動啦 但是快好了快好了 我現在已經就是疼痛幾乎是不會痛 然後我可以坐很久 站很久了 然後高跟鞋可以穿很久了 快要可以運動 我其實自己默默的想說 我都幾歲了 然後當作 欸你已經好了 你要不要去參加 呃 可能會卻夫 給氣球吃光 眼看啊 眼看啊 慢慢慢慢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誠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國藝 哈囉大家好 我是郭舒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我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 我還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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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